以前我們那些風俗習慣 如果是完翁四的 他會先關他翁四生 關他翁四生七七七六九天他會出來 所以代表如果完翁四的 還是突然的那個猝死的 家裡的人就會掛心不下 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要交代嗎 所以就去砍夢魂 我有一個朋友 也是他們爸爸突然就過世 就去努東 努東也有一個該出名砍夢魂的 砍夢魂有砍夢魂的 砍公子的 砍夢魂的就是對外賣的砍夢魂 砍夢魂 他們去砍砍之後就知道 他們老爸有一筆錢 放在一個地方 真的去找真的一筆錢 沒有交代啊 就突然的過世啊 什麼人欠他錢 他都會說 那個土地都有 那以前也都有 以前也說 以前你們是欠我老爸二十萬 沒有沒有欠錢 但是如果砍夢魂出來 你說沒有人欠二十萬 我會說乖乖 都沒有人家說乖乖 所以比較純樸的地方 你如果真的 砍夢魂來講的 都不敢跟你砍就對了 對 所以說砍夢魂 就剛才你講的那個 我知道嘛 那個法連的 剛才就落東的 像我們 我們同步這兩個比較出名 但是也不要亂不亂 那有的 親才這樣 含他 吼他 問的啦 唱的啦 亂不亂講的那種的 也是要做